2月18日,2017中国汽车发展论坛 据首届中国红点汽车大奖颁奖典礼 在北京昆仁酒店盛大开幕 活动期间,车是红点全力打造的中国首家 体验式购车平台APP红点汽车正式发布并上线 本次盛会受到行业内百余位思考者和变革引领者关注和支持 20余位行业元老专家,以及80余家主流汽车企业领导 120余家媒体齐聚北京昆仑饭店 在便宇格的大会主题下,就中国汽车当前热点话题 以及2017中国及全球汽车市场风云变换进行探讨 共商品牌与营销之道 随着本次盛会的成功举办,放眼未来 车市红点将以更年轻、活力、向上的态度聚焦内容传播,保持初心 全新平台红点汽车将致力于体验式购车服务 首创下沉式闭环营销模式 从营销源头入手,解决营销痛点 有望成为车企深耕三流线市场利器 酷流汽车北京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露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